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冠越大位 越犯罪越多 淡初政坛的张俊雄到监狱劝戒死囚悔改 不管是多达一百多人的讲课 还是辅导课案 每一场张俊雄都很卖力 每次讲完课都满身大汗 衣服失道必须得换上另一套干的衣服 讲的时候流汗都热 整个汗都淡淡淡到这里 整个这都淡淡 我有心疼啊 不敢嘛 我刚才去台队店跟他们说 我跟他院长讲完了 他要下台我就说你不要动 你转过去让他们看一下 我说你有看到吗 他这样遇到每一段时间 不知道要准备什么 他说成这样 在妻子朱阿英眼里 张俊雄不管做什么都很认真 六年下来夫妇俩常常早出晚归 一天跑好多个监狱 政大教授赞树名将张俊雄 从这六年来的过程写成书 用文字记录下张俊雄 从担任院长到终身志工的点点滴滴 记者林溪朋友组台北报导